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 神每日都赐予他们麻烂 今天 神为祂的儿女 预备了一份熟天的灵量 圣经 请你 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 领取新鲜的抗野马腊 一段经文 一篇灵修小品 一篇信息 一个吐槽 每日跟你一起 领取马腊 陪伴你 每日凌沙 欢迎你收听《旷野马腊》这个节目 今天的《旷野马腊》是 与主连结 过去的两天 我们思考了与主连结这个主题 今天 我们再次重温当中的经文 马太福音八章十四至十七节 然后我们一起祈祷 祈求神引导我们 使我们全然圣结 马太福音八章十四至十七节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 见彼得的恶母 可热病躺着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 热就退了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事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今天的旷野曼那是 与主连结 就让我们一同 合上眼睛 一起祈祷吧 主啊 每当我们思想 祢在十字架上的大爱 思想祢为我们喝尽苦辈 祢的身体为我们抹开 祢的补血为我们流出 我们的心就再一次地被激励 感谢祢 从死里复活 重生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求主在这条恩典的路上 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使我们成为圣洁 尽可能达到一个 灯蒙射面的罪人 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叫祢的心意得上满足 愿祢借着启示 真理的圣灵 引导我们进入 与祢联合的傲备 叫我们明白 在祢的里面 所隐藏的那个 测不透的丰富 求主帮助我们 明白祢永世的计划 使我们能够 在这个弯曲 伴摩的世代 作神无瑕疵的疑慮 父啊 但愿祢在教会中 得罪荣耀 祢爱子的名 在全地被高举尊崇 求主帮助我们 在祢的恩典中 长大成熟 在地上成为 祢的荣耀见证 祷告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昔日的以色列人 会在抗亿的时候 神每日借与他们马腾 今天 今天,神都为祂的儿女 预备了一份熟天的灵粮 就是祂的话语,圣经 明天,我们继续分享 《旷野玛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